继续我们来看灰头土脸的台北市双子星开发案 这个得标的第一盛卫太极双星集团 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交付18.9亿的保证金 等于是把一约权让给了第二名的中华工程 不过现在有质疑点 因为招标的评审团队认为 中华工程他们的开发计划呢 只愿意盖大楼不愿意开发周边 也就是说有炒地皮的疑虑 那么现在监察院也要介入调查了 下午先约谈了这位已经请私获准的捷运局长 那么在下一波呢 不排除直接约谈郝龙斌 被监察院约谈 已经请私获准的北市府捷运局长陈春亮 淡定自在 没来怕 既然是担任在政务官的一些做法 还有用来表现的一些轰换 这是我坚持的 你会觉得委屈吗 我不会觉得委屈 双子星案得标第一选位 太极双星集团爆出前媒到位争议 师傅更遭质疑又包庇护航嫌疑 监委刘玉山 叶耀蓬组成四人专案小组 未来不排除约谈市长 郝龙斌 这次造成这么大的争议 我想在整个的行政流程当中 我们绝对也有一些 应该要来改进检讨的地方 所以监察院的约谈 我们会全力配合 尽管监运局长下台 但双子星开发争议却没有因此画下据点 因为第二顺位的中华工程开发 也被招标评审团职一 只愿意盖大楼 却不肯同时经营周边商圈 可能有买空卖空 炒地皮前衣 他一样用 现在还要跟第二名来议约 所以议约当中 他更是不提供 我们议会即便要监督 现在也无从着力 市府找尽理由躲避议员监督 招标议约内容的职权 中华工程有没有能力 承包七百亿的双子星开发案 还是未知数 但可以肯定的是 市府绝对经不起 再一次信用破产 中华工程台北采访